本报北京7月12日电,由中国科学家领衔的中外合作研究团队日前在陕西市蓝天县,发现了一处新的旧石器遗址,上城遗址,该遗址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持续性的人工制品文化层序列,时间可追溯至约212万到126万年前,这一结果将蓝天地区古人类活动遗迹的年代再次向前推进了约50万年。 比目前公认的西亚格鲁吉亚德马尼西旧石器遗址年代还早27万年,同时表明古人类出现在非洲以外地方的时间可能比之前认为的更早。 该研究成果于7月12日凌晨再现,发表在《次兰》杂志上,这支中外研究合作团队由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牵头,联合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以及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国内外十余各机构组成, 团队在陕西省西安石兰田县玉山镇上城村进行了历史约14年的考察与地质发掘工作。 据介绍,上城遗址地质铺面,有很多清晰的标志层,可知晓比较准确的年代范围,通过野外谈查及对比,合作团队建立了清晰的黄土骨土壤地层削裂,和骨地瓷年代序裂。 经过连续采样和小规模地质阿绝,研究人员在上城遗址,从顶部到底部的二十多个层位,都发现了石器,主要包括石盒、石片、刮销器、尖撞器、钻孔器、石锤和手膏等普人类早期使用的工具。 成果论文重点分析了其中第十五层谷土壤至第二十八层黄土层位中的时期情况,年代大约在212万年到126万年前之间。 论文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广州的画作研究员朱赵宇说,少量出现在气候干冷的黄土层时期。 同时,这些文化城的时间,跨度长达约85万年,显示了古人类可能在212万年到126万年前,曾反复的不一定连续地生活在中国黄土高原。 传统观点认为,非洲之一人在至今180万到190万年前,走出非洲向世界各地迁移,而此次发现的非洲以外的蓝天上乘以至97层位的年龄远早于这个世间。 研究人员表示,尽管目前尚未发现古人类的化石,也不知道是谁制造了这些工具。 但是,曾生活与此的古人类应该属于人类进化过程中,一个非常人史的种群。 此外,在同一个遗址中,拥有平均约500万年高频率出现的旧石器文化曾却裂,实属世界罕见,而石器主要复存于古气候相对暖室的古土壤层位中的事实。 也为深入探索古人类的生存环境及其演化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朱赵宇说,这一突破性研究成果拓展了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中国黄土古土壤序列研究在古人类与古文化方面的新方向,并将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早期古人类起源,前迷和扩散的格局。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当然,我们下期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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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